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天普时刻 我是主持人吴金燕 费城卫生部宣布 今日新增132例新冠病毒病例 到周三为止 费城共有3077例新冠病例 由于新冠病毒的缘故 许多天普大学的社团都无法正常地运行 这个星期天普时刻有机会采访 天普大学国际儿童医学基金会的社长 以下是他的回应 大部分社团准备开始线上举行活动 费城当地住房组织继续为住房安全而抗议 费城新成立住房安全组织Occupy PHA 在周四前建立了第二个无家可归者营地 在Ben Franklin Parkway营地形成后 他们提出了一系列诉求 比如开除对于无家可归者不尊重的所有警察 以及工作人员提供住房给低收入人群 创始人Jennifer Banich再三提醒支持和反对PHA的人们说 今天是他们营地抗议的第五十天 多谢您收看今天的天普时刻 我是主持人吴金燕 更多内容请到TempleUpdate.com 或者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或Twitter